我們所準備給王者的菜色有分分數 還是全部都是敗數的 我這裡全部都是敗數式的 有沒有家屬說 今天菜很好吃 烤泥在家 有 我套房那個就有了 家屬都問我們說他那可不可以吃啊 我說那個就是每天都欠煮 對對對對對 身後是駱駝哥關心你的大小事 家裡面有人往生 我們第一個抵達的地點就是殯儀館 後續動作都在殯儀館裡面完成 除了殯儀館以外 我們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讓智商的期間有一個更舒適 更有安全感的環境 今天帶大家來看看 私人會館是怎麼樣的環境 是不是值得觀眾朋友到那樣子的環境裡面 去做安寧的動作 畢竟在都市叢林裡面生活的我們 不是有那麼樣的好的環境 方便我們可以守齡在家裡面 避免打擾到鄰居嘛 所以今天就跟著洛師傅一起來參觀會館 走 接著我們要請會館大姐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會館可以提供家屬什麼樣的服務 以及我們會館的領堂有什麼樣的特色 大姐麻煩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這邊一個位置的話 從頭到尾第一對話是會館這邊的 早晚拜飯 早晚拜飯都包括在裡面 然後每天的菜色都會不一樣嗎 對對對對對 就像你現在所看到的一樣 我們所準備給王者的菜色有分分數還是全部都是拜素的 我這裡全部都是拜素食的 都拜素食的 那是外面素食製作餐叫進來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裡都是自己炒的 那這樣子曾經最高一庭要準備多少人份的菜碗 最高紀錄我是沒有去算過 包括早班的工作人員 都要留下來去幫忙洗碗 所以你們幫王者準備了拜飯 然後洗蓮水之後 還要幫家屬一味一味上香囉 對啊 對沒有錯 不是要這樣 這麼久以來有沒有遇過比較特別的事情 不會啊 我覺得就是用了一份感恩的心 好像就是類似像做功德吧 就像人家說的做功德啊 你這樣子在做這個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做功德 所以其實做的也是很歡欣欣 對啊 那有沒有家屬說 今天菜很好吃 也烤米太鹹 有 我套房那個就有了 套房那個就有了 真的 家屬都問我們說那可不可以吃啊 我說那個就是每天都現煮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邊的菜飯不是回收的 也不是隔天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不可能不可能 因為阿龍那個大哥 他就每天都是在那邊準備那些飯菜 你看冰箱都是滿滿的 那些準備好的食材 嗯嗯嗯 所以其實在私人配管所提供的服務 基本上很貼心 也很人性化 那讓家屬覺得我花了這樣子的一筆費用 是值得的 那大姐是不是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一個朋友來拜拜 然後我家屬又不在的話 會不會有人可以幫忙引導 我們一來的話我們就是引導他說 鄉的話就是兩側都有鄉 對 兩側都有鄉 那我們就是跟他講說 地藏狼的話是家屬在拜拜的 不是親戚朋友在拜拜的 喔喔喔喔喔 比如說他是家屬的話 我們用一炷鄉代表地藏狼 然後後面過來拜王者 再來拜王者 可以的話我們就用一炷鄉 輪流拜就好了 因為室內空間比較不會這麼循 這樣子對我們這樣子的呼吸會比較好 是是是 對不對 對 那我們退館的營業時間是20小時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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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時間是7點到11點 晚上11點 7點到11點 家屬拜拜的時間是7點到11點 喔喔喔喔 那你要是說要安寧啊或者是註念那些啊 半夜有大體進來啊 也是一樣都有 值班的人 值班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會館的工作人員也是非常的幸福 其實就跟禮師一樣 必須要隨時過在會館 那通常在這樣子的會館呢 也要水果還是要臨時的白飯啊 這樣鄉下有個習俗會拜交位的飯的部分 會館都一樣可以提供給大家 這個算是小型的VIP 一人一間的獨立室的 它比較有自己的一個私人空間啦 它好像比較大喔 對有比較大 那它一樣都是有包花在裡面 第一對花跟這個櫃子 洗臉水還有早晚拜飯 都是一樣都包花在裡面 這樣子家屬比較有地方可以坐啦 其實我認識大姐好一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大姐在殯藏界的會館這一塊的服務呢 做了也蠻久的 我想要請大姐用她親身的經歷來告訴我們說 如果以殯藝館的環境跟會館的環境 有什麼樣的不同 可以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一些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齁 花著同樣的錢 人家為什麼不會去找新的會館 對 對啊 人家一定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像那時候殯藝館那時候還沒有改的事 那是很可怕 對對對 為什麼都會往外面跑 在能力所及她還是想要提供比較好的服務 因為現在家屬很聰明 對 她也都會繼續上網去查 去看 價錢以外 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家屬 我想這次家屬在這段期間當中呢 最需要的幫忙跟服務 那今天我們謝謝會館跟會館的大姐 如果家裡面不適合安寧 那也不想要待在殯藝館裡面 這麼人多勢眾的環境 那也很適合到這樣子的私人會館 做安寧的動作 那也不用擔心拜飯沒有人拜 也不用擔心打洗臉水的問題 今天我們會館的介紹的部分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回再見 掰掰